保护小冰 周小冰 周小冰 我在喊你 你听不到我说话吗 听到了 你为什么跟我分手啊 我们说好了一起考985 去大城市奋斗 我这次是失误 我会再努力的吗 不要走了 阿姨你别拉我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阿姨走开 什么情况 虽然没考好 我罪不至此吧 杀的就是你们这些狗官 去死吧 谁要是接了他的面纱 他就会嫁给谁 但是他死了 那他就守寡了 闭嘴 杀的 只有你 驻死 你谁呀 这哪儿啊 这里是穿越重生系统 重生 我穿越了 你是我见过 世界最重要的男人 三秒 喂 你再说我翻脸了啊 上次我没准备好 被人压算了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喽 你说可以都可以啊 那我都没面子 你可以不给我面子 但你要考虑我 作为一个男人的尊严啊 那好吧 再给你一次机会 如果有条件 你需要在婚姻的时间内 击满一百机会 即可回到自己的世界 反之就有师傅的撞手 怎么机会啊 我给你提示 快走 回去禀报老爷 快追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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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别走啊 小姐 我会尽快找人来救你的 快快快 别跑 快快快快快 你居然没死 别过来 舍不得杀了吧 废话 谁愿意守寡啊 闭嘴 把他们带上山 大当家 消息有误呀 我们劫持的 不是什么林县的贪官呀 那是谁 就是山下县令 秦鹤昌的女儿 和一个家丁 秦鹤昌的女儿 那你看怎么办 那看来 只有放人了 爹 好不容易抓来的 说放就放了 自古以来 匪不予官斗 不放的话 最后吃亏的还是我们呀 是呀 是 是 是 后果还得我们成难难 我们还得试过呀 对呀 咱们是飞呀 我们都不放 对呀 我也不是怕了秦鹤昌 放可以 但不能丢了面子 我明白 一定会放的 很漂亮 哎呀 喂 你叫什么名字啊 回小姐 我叫张晓明 我问你大名 这就是大名 好吧 还挺随意的 今天谢谢你了 如果 我能活着出去的话 一定让我爹给你圣椎加薪 如果你救小姐成功 即可获得一股积关 小姐 你放心 我一定想办法就你出去 啊 遵循我一下我的职业好不好啊 喊那么大声干什么 不要乱动啊 我要检查一下 所有没有问题 哎 哎我钥匙哪去了 哎 奇怪啊 刚刚还在这儿 不对 我得去找一下 哇 哇 哦 好困啊 睡会儿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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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eld 发来 哎 哎 哎 我是个瞎子 什么都看不到啊 哎呀好可怜啊 我是个瞎子 什么都看不到啊 好可怜啊 我这个瞎子呀 安心酒精小姐 顶着十分 你干嘛呀 逃出来了 开心呗 奇奇怪怪的 大人 所有兵马集结完毕 快马加鞭 立刻出发 马上去救小姐 大人 属下定不如命 老爷 夫人 小姐 小姐回来了 宛儿 爹 娘 宛儿 你没有受伤啊 宛儿啊 你是怎么逃回来的 爹 这次多亏了 这次多亏了有个叫张晓明的家丁 是他救我出来的 张晓明 咱们府上 咱们府上有叫张晓明的家丁吗 老爷 咱们府上确实有个家丁叫张晓明 不过他平时胆小卢鼠 看到我都怕 小姐 小姐 您确定是他 谁说他胆小如鼠了 他还帮我挡了意见呢 也是他救我出来的 那 那要好好给他智商 然后全服 通报 嘉奖 对对对 纪师爷 大考的事情准备得怎么样了 大人 准备得非常充分 随时可以对外面试 那就好 尽快地选拔人才 我都给我所用 是 下一位 你有什么特长 大人 我胸毛特长 还扎了根辫子 您要不要看一下 走走走 还 还真的有 滚呢你 走 一点好奇心都没有 你会什么功夫啊 大人 我会金刚罩 铁布山 我来试试 你脑我养人肉了 大人 府衙剿匪兵力不足 敢如何快速解决 大人 去给他们读圣贤书 感化他们 下一位 偷偷上山 半夜装鬼吓死他们 下一位 半夜装鬼给他们读圣贤书 这个主意好 大人 我通过了吗 太没眼光了 这个智囊不做也罢 走 走 走走走走 走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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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 事业 这就是一个人才都没有啊 如果加入智囊团 即可获得性能积分 大人 嗯 我有办法 你有什么办法 你要说再扮鬼的话 我会把你打成鬼 不会不会 可以采取 雇佣军模式 何为雇佣军模式啊 简单来说 重赏之下 必有永夫 只要有钱 并且按照 剿匪出力的大小 来分发赏金 必定 能招来一批 社会上的劳力 至于钱财嘛 找富商捐赠 或征收治安税 即可 好主意 本公子不才 为了能成为小姐的半毒 就在此献丑了 关关居鸠 在何之中 窈窕淑女 君子好求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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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属的名字看的是我 有意思 这儿太轻浮了 怎么说 你说谁轻浮 顾公子 他不服 这位兄台如何称呼 如果有不服 请上台来一绝高下 我是说 他呀 就是我们秦府的家兵 对你不服 我可以作证 陈三 那就请兄台 坐一手吧 你给我等着 那我现丑了啊 镜湖水如月 椰西女似雪 新装荡新坡 光景两齐绝 还有 北方有家人 绝世而独立 一顾青人城 再顾青人国 看我了吗 看我了吗 不行了不行了 我要晕了 我受不了了 我受不了了 没想到这个家伙 不光勇敢 文采也这么好 不光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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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剑也就差了 没想到府衙内藏龙卧火 这位兄台文采如此斐然 在下甘拜下风 别走啊 我被逼上来的 这半毒啊 我当不了 你们继续 继续啊 这个张晓明 居然不做我的半毒 看我怎么收拾他 张晓明 你说 你为什么不做我的半毒啊 小姐 就我这两把刷子 我当你半毒 会耽误你学习的 笑话 他顾长白 可是县城的第一才子 他都跟安拜下风了 我看你是故意的吧 小姐 我不是故意 我只是比较随意 半毒我会三心二意 小姐 你不要有意义啊 你你个鬼啊 不要跟我姻缘怪气的 我看 你根本就是在找借口 爹 老爷 就是这位年轻人 老爷好 果然是英雄初少年呐 优秀 优秀 有有有谋啊 你的那个什么什么 雇佣兵模式 雇佣兵模式 很好 很好 我只是想法好 还是老爷执行得好 对呀 你要想加入智囊团 那就把征废的任务 给他完成了 这个老狐想给我下套 爹 他哪认识什么富贵人家呀 怎么 老爷给你下达的命令 你还不愿意呀 我愿意呀 既然老爷信得过 我一定尽力二位 尽力二位 大人 这位娘川那个新人 既莫有危险 又赶快通知出去 是 我这就去办 万山兄 万山兄 来 坐坐坐坐坐 这次来是 我这次来啊 是要钱的 万山兄 我唐万山确实有钱 请你们喝酒 K哥 喜丧拿 都没问题 但是 平白无故让我交钱 就些说不过去了吧 万山兄啊 这次 秦大人是下定的决心的 你要是主动点 我们就 就对外宣传 你的事迹 是不是 再给你送个 慈善大使的牌匾 挂在客厅 那是一个倍儿棒啊 也可以是爱心大使 对 看你喜欢什么样的称呼 爱心大使 更容易折顶人心哪 唐老爷 唐老爷 有品味啊 爱心大使哦 衙门 来宣传哦 你们先回去等消息吧 送客 打扰了 到辞 爹 这还考虑什么呀 爱心大使 多么温暖的称呼 听着 就有一种贴心的感觉 对对对 行了吧 你还是上完花楼去吧 走走走走 那我去了 对了 爹 我让他们在我隔壁 给您留好包奸哦 这孩子 大人 您怎么换位置了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回大人 已经办好了 绝对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要快 不能再让他留在府上了 是 张公子 好 张公子好 加十分 当今几分三十分 很快就可以回去喽 整个府里都绕了一遍 也没有找到 小姐难过了一碗 喂喂喂 你在说什么 小姐有块 从小就带着的玉佩 昨晚丢了 张晓明 注意自己的身份 我现在是你们可以 直呼其名了吗 哼 嗯 还真把自己当人物了 你们看看 这是什么 小姐的玉佩 嗯 陈三 你从哪里找到的 就在她的房间 啊 藏得还挺一臂 找了大半天 终于让我找到了 喂 陈三你诬陷我 你说是就是啊 谁诬陷你啊 我们二人 一间一间搜的 最后在你房间搜出来的 你还有什么话说 我会偷玉佩吗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什么张公子 哼 哼 小明 你现在还有什么话好说 师爷 你也相信他们的话 觉得我会偷玉佩吗 这人证物证巨子 你还想抵赖吗 好你个臣子 我撕了你我 哎 你你你你 干什么你 师爷 哎 脑袖瞧怒啊 他这是要灭口 哎呀 成何体统啊 哎 县衙正直用人之计 你年轻出色 为何脾情不端呢 我没有 师爷 他盗窃小姐如此贵重之物 该判盗窃罪 关键大狼 你还敢说 哎 哎哎哎 够 够了 哎哎 哎哎哎 最近你为府衙做了不少质钱 我都看在眼里 这样吧 将功补过 牢狱就免了 你收拾东西 离开吧 大人那边 我去解释 被居住 要换个破 二十分 入截积分十分 你个破血童 我不玩了 我又回去啊 你要回哪儿去 从哪儿来回哪儿去 你玉佩不是找到了吗 还丢东西了 来来来来 我给你看我给你看 快快快快快 哎呀 够了 看够了 看够了那我走了 哎 站住 大小姐 别玩我了 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吗 我不相信 玉佩是你偷的 人证 物证都在 我都信了 你能做出这么好的事 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 社会很险恶的 你那么幼稚 很容易被骗的 大小姐 你干嘛呀 我张晓明需要你的 施舍我吗 我张晓明需要你的 我张晓明需要你的 施舍吗 那给你个面子 赶紫 请开 小明兄 真是难得遇到你啊 想喝就一起坐了 哈哈 我顾常白论文采 真没服过谁 唯独借养你 我敬你一杯 白日放歌 虚纵久 青春作伴 好还乡 还乡 小明兄真是出口称昌 哦对了 小明兄 我打算去考功名 小明兄要不要一起啊 以你的文才肯定能金榜提名的 老师就算了 我最早能考二倍 我是必定去考的 只有这样才能配得上小姐 你说青婉儿 我家婉儿的名字也是你叫的 唐灵天你又想干什么 你这个酸秀才滚一边去 我要跟秦府智囊团的首席聊天 跟我聊天 你还不够资格 你叫你爹来 好嘞 老爷不在府上 你小子怎么说话的 少爷 不去找老爷了 我 你小子可以啊 忽悠完我爹忽悠我 上次你从我家 骗走两万两银子这事 我也不为难肉 下午一会儿 下午一会儿 就给你多加点肉 就给你多加点肉 唐灵天 又是你在闹事了 又是你在闹事了 有点事情 小门兄 青山不改绿水长流 李虎伟 我先告辞了 玉佩的事情我调查清楚了 陈三二人在进入你房间之前 他单独进去过一次 秦大人和季师爷都知道吗 没调查清楚之前 我谁都没说 李兄 都在酒里了 这就对了 清儿 你来了 你这么着急 约我出来干什么呀 我有个礼物要送给你 哇 好漂亮呀 这么贵重的礼物 你弄点想银 哪买得起啊 我的想银是不多 但我上次 帮上面办成了事情 给了我奖赏 清儿 你知道的 我对你是一片真心 你能不能给我个小小的奖励啊 什么奖励啊 李户耶 帮上面办成了什么事啊 我跟清儿说着玩呢 没什么事儿 没什么事儿 没事儿 说不说儿 他他他他 真没什么事儿啊 说不说儿 幸福有几百种办法 让你说真话 要不要一个一个都是 我说 我说 是姑娘 姑娘让我这么做的 老爷 师爷 我卑鄙 我无知 我不是人 我是干赵小兵这段时间 得到老爷和师爷的欣赏和信任 我 我心太崩了 我就想赶他走 老爷 师爷 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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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都是我失察 怎么处理他们都不为过 我建议 将他们逐出府衙 永不露用 老爷 老爷 乌县同僚 确实罪无可恕 顾梁 将为家丁 陈三驱逐出府 小兵啊 您看看 我听老爷安排 谢谢老爷 除新入幼 是二十分 星期一分三十分 能不能回去 顾梁就看这一次了 一定要抓住山贼 完成系统任务 你们 虽然不是衙门的捕快 但是 剿匪的心是一样的 我祝你们凯旋归来 到时候本老爷论功欣赏 凯旋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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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旋归来 论功欣赏 启旋归来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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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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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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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又跟我奔 就是你 你以为我不敢杀你 怎么办 这把剑离我只有零点零一号名 如果我不能说服他 我就要死在这里 你杀了我吧 反正我也不想活了 你找死 我自从上次见了姑娘一面 我敬畏天人 茶饭不死 夜不能卖 我这样活着 有什么意思 你说简单点 我听不懂 我想你了 你 你 你 如果你问我 多久才可以把你忘了 我想会是 一万年 我 我 我會去找你的 原來經典真的可以穿越時空 換個時間 還能孤兒孤兒 這麼看 一定是有人走漏了消息 謝謝 这女人不打就容易上房接瓦 我当是一个黑虎掏心 反手一个猴子偷逃 没偷到 你在她手里走不过一招 说真话 她 爹 听说了吧 惨败而归 这下情府丢人丢大喽 你那么开心干什么 别忘了 那花的可是我们的钱 我就是想说他们全是一帮废物 你以为 剿匪有那么容易吗 即便是剿匪成功 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处 爹 您还别说 这有时候山匪打劫后伤 还真就没劫过咱们家了 这是为什么 不该问的别问 啊 站住 你 想什么呢 鬼鬼祟祟的 怎么 想让我还钱出来 不好意思啊 我花完了 那你剿匪的赏金呢 先还一部分 那是我拿命换来的 这你也惦想 那这还是我私房钱呢 以后要做嫁妆的 我嫁不出去 你负责啊 我 负不了 瞧把你紧张的 喜欢我的人多了去了 我那朋友顾长白 他就对你有意思了 他呀 就是书呆子一个 文采都是不错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 比他文采还要好的人 你都是怎么学的呀 我 从小就比较爱看古书 什么书都看 来 咱家 咱家一个 那你 多看些什么呀 隋唐演绎啊 牛顿定律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还有三十六计 什么都看 这么多呀 好多都没听说过 三十六计是说什么的呀 兵法 兵不厌仗 学了这个 什么仗都能打进 那剿匪也用得上啊 当然 以现在的局势来看 强功不行 只能内部进步 再说 不入虎学燕德胡子 先安排个内域 再排个里外呼应 最后一网打尽 哦 这方法好呀 你别看我 你别看我 我不合适 我都是随口说说的 我心里素质贼差 我还尿床 我真的 哎呀 就你了 别呀 喂 昌天呐 张晓明是内奸 我早看他不是什么好东西了 对啊对啊 他看我眼神都色眯眯的 昨日就要问长了 这太好了 太好了 是啊是啊 这是为民主派呀 走快走快 哎 那个内奸张晓明了 你知道吗 知道啊 不是要被问长了吗 跑了 跑了 去 趁家兵送饭的时候 抢走了钥匙 跑了 太可惜了 明日问长的时候 我还想去看一看 走走走 太可惜了 站住 让你嘴剑 让他跑了 站住 抓住 抓住那间 不要让他跑了 别 别跑 前方有突背出没 我们回去禀报 人没抓住 让他跑了 好了 快走吧 走了 走 干什么呢 夏氏 我是来投靠你们的 你来投靠我们我们就收啊 谁知道你什么来头 把他带进来 搭档家要见他 跟我走吧 听说你是我们的内奸 但是我们好像不太熟啊 介绍一下自己吧 各位英雄 实不相瞒 我叫张晓明 我从小是个孤儿 限令昏庸 他非说查出我是内奸 要不是我机灵跑了出来 我就给猫玩了 是不是走投无路就来投靠我们了 你不是投靠 我早已久仰各位英雄大名 我是慕名而来 传闻中的大当家 气宇玄昂 英俊潇洒 我今日一见 怎样 五官清秀 气质如雅 比传闻中更胜一筹啊 这个评价倒也挺中肯呐 是啊 传闻中二大当家无悦 机智过人 有胆有识 我今日一见 怎样 更是彬彬有礼 千千君子 千千君子 这个评价也不算夸张啊 所以小的这一次是真心的 想跟各位学习真功夫 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 好样的 赐酒 谢大当家 你们 谁愿意带他呀 我来带他 太多 historical就赢了 多谢 我多谢 第一席 2015 reviewed 感谢观看 大人 张晓明是卧底的事情 要不要跟山上说一下 不是所有事情都要来回说 还有 最近做事情要隐蔽一点 我感觉有人开始怀疑了 是 大人 那我告退了 大人 再变响 再继续 再变响 再变响 更加 再变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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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边 下面 上面 你力怎么那么大呀 这儿是不是很美 没 我没事的时候 一个人常坐在这里 一发呆就是半天 都想什么呢 我娘 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 就不在了 我需要想好久好久 才能想起她的模样 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阴晴圆缺 此事古难全 你虽然笨笨的 但是文才还不错啊 这后面还有两句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产卷 一听就不是什么好吧 灵芒 小心点 李克 怎么样 可有什么线索 目前没有 我只是看到他们训练 哦 那他们最近有没有下山的打算 我现在接触的高层不多 但据我了解 没有 哦 那行 你注意安全 保护好自己 李克 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去啊 哦 大人也很关心你 让我跟你带话了 说什么了 他说 想都别想 大郎家 得到消息 山下龙威镖局 有一批货 要发完广安府 放谁发的货 县城里的父母崔家 人称啊 崔八匹 安排人下去 打探一下 要具有多少人手 发的都是些什么货 大当家的 觉得谁合适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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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一个个的 一看就像山匪 还是像我这种 兵兵有礼的人去 比较合适 爹 还是我去吧 女孩子乔装打扮一下 不容易被发现 那就 你去吧 不要打草惊声 嗯 好 收拾一下 明日准备下山 有活了 我张晓明大展身手的时候 到达 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 你跟着我就行 我们 假扮夫妻 明天一切行动 看我见机行事 那我们要不要 排练排练 嗯 转过去 你 你又打我 等会我们找个客战住下 明天进去打他叙事 进去 那不就是被发现了吗 当然是进去 问他们缺不缺人手啊 那还能直接闯过去啊 笨蛋 他们在那边 快追 不好 被发现了 别跑 走 我挡住他们 你快跑 走 你快跑啊 快跑 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明 干得漂亮 大人肯定会嘉奖你的 我只是告诉你我们下山 我没让你抓他们呀 你也知道 他是山匪的三号 抓住他等于狠狠打了山匪的脸 也扬了我们秦府的威名啊 可是这样我不就暴露了吗 我还怎么当卧底呀 还当什么卧底 你的任务圆满完成了 走 我请你喝一顿 庆祝一下 张晓明同学 你是穿越过来的 你很快就要回去 有必要那么认真吗 滚 我张晓明虽然贪生怕死 贪财厚色 但我做事问些无愧的 你还真把自己当好汉了 代入感也忒强了吧 你懂什么 你滚哪 滚哪 你冲我吼什么 滚 小明啊 你昨天立了大功 今天我跟夫人要当面表扬你 说吧 想要什么奖励 我想静静 夫人 咱们府上有叫静静的姑娘吗 没有啊 这 我外面认识的 你们不太熟 那有机会介绍我们认识认识 现在新的布告已经出来了 你现在是人人皆知的 有勇有谋的大英雄 也替我秦府出了口恶气 像你这么年轻机智的小伙子 将来一定前途无量 有什么需要跟我和老爷说 我们一定会支持你的 老爷夫人 我先想想 我想好了再告诉二位 我想先告退吧 老爷 我怎么觉得 他有点魂不守舍呢 正常 卧底综合症 缓几天就好了 那要是缓不过来呢 要是缓不过来 那就医谋了 阿里哥 这玉面罗刹被抓住了 准备怎么处置啊 先关一段时间吧 杀一杀他的戾气 对 好不容易抓到他 多关他一段时间 只限他在山寨老师欺负我 回头我去见见他 好好信任他 出出这股恶气 兄弟 这个我支持你 正所谓有仇不报非君子 更何况是女人 去 必须要去 对 走快点 放我出去 快点 走 放我出去 冤枉啊 放我出去 冤枉啊 进去 冤枉啊 冤枉啊 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 挺清静的 火 火是怎么样 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阴晴缘去 你还记得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缠卷 其实这首诗 唱起来更好听 我唱给你听啊 俊致 余演绩 不得 Jeg 能 deem 请哦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干五燥 小心火烛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十年前几乎被山匪涂了满门 那叫一个惨哪 等一下 几乎几乎什么意思啊 这户人家的女儿当时已经嫁人了 幸免于难 我跟你说啊 这个女儿就是现金县令的夫人 县令夫人 发现金的现金加二十分 目前几分三十分 容调查出魔派夫人全家的货货配手 即可加分 小伙子 夜深了 早点回去吧 你回去吧 这事情越来越有趣了 你几乎树哈哈 到底谁才是幕后的大豹子 熊神徒 我熊某人行得正做得直 猴砍掉碗那个吧 不是我 纪碗山 你怀疑我 我为大人尽心尽力 你居然怀疑我 夫人 像我这样的弱女子 怎么会是幕后黑手呢 你怀疑我 行得正做得直 怎么会是幕后黑 我砍掉碗那个吧 你居然怀疑我 是吗 到底是谁啊 进来吧 门门锁 你这是在做什么呀 我在山上养成的习惯 我现在一天不练 我就浑身不得劲 你这小胳膊小腿该练练了 我 我才不需要练呢 我又不做土匪 再说了 我宫练得再好有什么用 还不是要被抓 我听说有人可厉害了呢 抓捕了玉面罗刹呀 又不是我抓的 那也是你通风报信的呀 那是你爹和纪师爷的戏 我就是个工具人 我说你就别谦虚了嘛 我觉得你很厉害啊 纪师爷和夫人平时往来多吗 你怎么突然这么问 随便问一问 纪叔叔的话 他早年间是我娘亲的半读 之后呀又随着娘亲嫁进了秦府 这些年一直给爹爹出谋划策 对咱们家的帮助可大着呢 还有这件事 从半读到白嫁 他们不会有奸情吧 喂 想什么呢你 我没想什么 奇奇怪怪怪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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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顾常拜高中举人 到处说要来扶上提亲 这会儿啊 都在船了 我 你 你瞎说什么呀 再胡说 小心我撕了你的嘴 走了 好 我有件事想问你 关于二十年前 县令夫人一家 被山匪所杀的事情 你知道多少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可老百姓传言 就是山匪所杀呀 我们虽然是山匪 但从来没有滥杀无辜 杀的都是罪该万死的人 杰的财也都是不义之财 不像有的人 卑鄙无耻 两面三刀 你跟我多待了几天 慈慧量倒是丰富了不少啊 继续加油 来来来来 来来来 干一个干一个 吃菜吃菜 快 好来来来 趁上吃菜啊 趁上吃 这个才不错啊 一个 兄弟们 我这次能取得这点成绩 多亏了大家啊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大家都是为衙门办事 这说的哪里 张大人太客气了 还望张大人以后 有机会 多多照顾哥几个 好说好说 以后咱们就是兄弟了啊 有什么事 知会一声就行 好嘞好嘞 干一个 干了干了 来 别光喝呀 吃点食品啊 再来再来 今天晚上啊 咱们不醉不归 不行了 喝不动了呀 来来来 一起一起啊 一起干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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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 进庄大人啊 来干了干了 干了干了干了 好 立护卫 大事不好了 什么事啊 慌慌张张的 山匪的雄神徒和吴岳前来营救吴岩 老爷让你赶紧去回园 来救吴岩呢 那大家赶紧去吧 走走走 赶紧去吧 快走快走 你觉得他能被接走啊 接你 快点 走 接你 爹 他当家的 银儿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们怎么也被抓了 还不是 张小明那贵孙子 出卖了我们 又是他 大人 张小明已带到 完了完了完了 看样子 这话被识破了 张小明 你是不是要跟我好好解释一下啊 大人 我不知道你指的是什么 那我就慢慢的跟你说 自从抓到吴岩以后 我就发现你的情绪有了很大的变化 一直到有牙医跟我汇报说 你却频繁地探奸 再者 无言 乃是恶龙岭重要人物 山匪对他不会不管不问的 大人 你这话的意思 怀疑我是内奸了 我本来只是怀疑 直到你这次请我们喝酒 我请你们喝酒 有什么问题啊 因为你平时一毛不拔 还请他们喝酒 这简直太突兀了 还没喊着我 所以我们料定 肯定有问题 这次幸亏有你 我才能这么快地抓住恶龙岭的头目 那大人准备拿他们怎么办 恶龙岭乃是为祸一方的山匪 自然是择日问斩 大人 那张小明怎么办 先收押起来 之后再说 是 轻点 你等我出去再收拾你们 各位都在啊 我现在说什么 你们都不信了吧 那你就给我闭嘴 你们不信我也得说 我也被套路了 演 继续演 你是还想来打探我们什么秘密吗 我没有 好 张小明 你怎么来了 我刚跟我爹说了 虽然你有救人的想法 但却帮他抓住了土匪 我也希望他可以从轻发落呢 大人公平公正 你别跟着瞎差好了 李大哥那边也跟我爹说了 说你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也请他慎重考虑 好了好了 我知道了 对了 你跟后堂说一下 能不能提高提高 这儿的伙食标准啊 去你的 你还打算在这里常住啊 你们俩要是想亲亲吻我 可以换个地方 你说什么呢 谁亲亲吻我了 我 难听死了 自己好意思做 还不敢承认啊 我 你误会了 我们就是普通朋友 你是在跟我解释吗 你一个山匪小明 需要跟你解释吗 我问你了吗 我 好 小明 你跟他说 我 大堂家 他们是在争风吃醋吗 把妈去掉 是个肯定局 爹 好你个张小明 亏我还想救你 你就在这里待一辈子吧 我让后堂放假 你就喝西北风去吧 喂 又没有这样啊 从我鼓过山回两个头部 加二十分 目前积分五十分 喂 我是想救人的 人都没救到 这也能加分 你是傻人有傻福 我只看结果 李护卫 小姐 大人同意了 同意什么了 大人和济师爷商量 那样 处罚的结果就是 拿掉他的职务 竹树抚养 真是便宜他 人生大起大落 真是太刺激了 站住 大小姐 什么 您来给我送钱啊 我是来要钱的 上次给你的银子 都这么久了 该还了吧 我才刚被赶出来 身无分文 你要不再借我点钱 有钱了我再还给你 我们就是普通朋友 凭什么借钱给你啊 小明兄 秦小姐 真是太巧了 我中了举人 还没邀请二位 喝我的喜酒呢 要不现在一起 两个流氓 小明兄 为何秦小姐 妈妈是流氓啊 我管她 走 请我喝酒去 李护卫 这次剿灭恶龙岭 您可是手工啊 季兄这是哪里话 出去喝顿酒 哪能算什么功劳啊 李兄不够意思啊 这么大的计划 一点都没跟兄弟我透露啊 真坏 这不是出紧急秦大人 直接安排的任务 秦大人最器重的 还是您呢 李兄谦虚了 你才是整个衙门的 和心人才呀 季兄 咱俩就回要相互吹哭了 咱们主要是为秦大人 办好事情 那是那是 李兄 以后有好事 可别忘了兄弟我呀 下次一定 张晓明同学 你是穿越过来的 你很快就要回去 有必要那么认真吗 滚 我张晓明虽然贪生怕死 贪财厚色 但我做事问些无愧的 你还真把自己当好汉了 带入感也忒强了吧 你懂什么 你滚哪 滚哪 你冲我吼什么 滚 小明啊 你昨天立了大功 今天我个夫人要当面表扬你 说吧 想要什么奖励 我想进去 夫人 咱们府上有叫静静的姑娘吗 没有啊 这 我外面认识她 你们不太熟 有机会介绍我们认识认识 现在新的布告已经出来了 你现在是人人皆知的 有勇有谋的大英雄 也替我秦府出了口恶气 像你这么年轻机智的小伙子 将来一定前途无量 有什么需要跟我和老爷说 我们一定会支持你的 老爷夫人 我先想想 我想好了再告诉二位 我想先告退吧 老爷 我怎么觉得他有点魂不守舍呢 正常 卧底综合症 缓几天就好了 那要是缓不过来呢 要是缓不过来 那就医谋了 阿里哥 嗯 这玉面罗刹被抓住了 准备怎么处置啊 先关一段时间吧 杀一杀她的利器 对 好不容易抓到她 多关她一段时间 只限她在山寨老是欺负我 回头我去见见她 好好秀入她 出出这股恶气 兄弟 这个我支持你 正所谓有仇不报非君子 更何况是女人 去 必须要去 对 我是冤枉啊 走快点 放我出去 快点 走 放我出去 冤枉啊 冤枉啊 进去 冤枉啊 冤枉啊 放我出去 快放我出去 挺清静的 火 火是怎么样 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阴晴缘去 你还记得啊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缠绝 其实这首诗唱下来更好听 我唱给你听啊 afin初宗 Teso 粗俗唱 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阴晴缘�х 我今天 爪子状态不太好 很好听啊 元 元长更好听 滚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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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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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丑都被你吓醒了老人家 怕黑 就别走夜路 老人家 啊 这什么地方啊 这里原来也是个书香门地 大户人家 不知怎的得罪了山匪 二十年前几乎被山匪 屠了满门 那叫一个惨哪 等一下 几乎 几乎什么意思啊 啊 啊 这户人家的女儿 当时已经嫁人了 幸免于难 我跟你说啊 这个女儿 就是现金县令的夫人 县令夫人 县令夫人 加二十分 目前几分 三十分 容调查出 谋害夫人全家的 获获配手 即可加分 小伙子 夜深了 早点回去吧 你回去吧 这事情 越来越有趣了 到底谁才是幕后的大豹子 熊神徒 我熊某人行得正做得知 头砍掉碗那个吧 不是我 季晚山 你怀疑我 我 我为大人尽心尽力 你居然怀疑我 夫人 像我这样的弱女子 怎么会是幕后黑手呢 你怀疑我 行得正做得知 怎么会是幕后黑手 我砍掉碗那个吧 你居然怀疑我 是吗 到底是谁啊 帮你 进来吧 门没锁 你这是在做什么呀 我在山上养成的习惯 我现在一天不练 我就浑身不得劲 你这小胳膊小腿该练练了 我 我才不需要练呢 我又不做土匪 再说了 武功练得再好有什么用 还不是要被抓 我听说有人可厉害了呢 抓捕了玉面罗刹呀 又不是我抓的 那也是你通风报信的呀 那是你爹和纪师爷的戏 我就是个工具人 我说你就别谦虚了嘛 我觉得你很厉害啊 纪师爷和夫人平时往来多吗 你怎么突然这么问 随便问一问 纪叔叔的话 他早年间是我娘亲的半毒 之后呀又随着娘亲嫁进了秦府 这些年一直给爹爹出谋划策 对咱们家的帮助可大着呢 还有这件事 从半毒到白嫁 他们不会有奸情吧 喂 想什么呢你 我没想什么 没想什么 起起乖乖乖 小姐 小姐 听说顾上拜高中举人 到处说要来扶上提亲 这会儿啊都在传了 我 你 你瞎说什么呀 再胡说 小心我撕了你的嘴 走了 我有件事想问你 关于二十年前先令夫人一家被山匪所杀的事情 你知道多少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可老百姓传言 就是山匪所杀呀 我们虽然是山匪 但从来没有滥杀无辜 杀的都是罪该万死的人 杰的财也都是不义之财 不像有的人卑鄙无耻 两面三道 你跟我多待了几天 慈慧亮倒是丰富了不少啊 继续加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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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一个 干一个 来 来 吃菜 吃菜 快 好 来来 吃菜 趁热吃菜啊 趁热吃 这个菜不错啊 一个 兄弟们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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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次能取得这点成绩 多亏了大家啊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大家都是为衙门办事 这说得哪里好 张大人太客气了 还望张大人以后 有机会多多照顾哥几个 对 好说 好说 以后咱们就是兄弟了啊 有什么事 知会一声就行 没有 你没有 好嘞 好嘞 来 干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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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了 干了 再来 再来 今天晚上啊 咱们不醉不归 来来来 一起一起啊 一起干一个 来 一起干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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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进庄大人啊 来 干了干了 干了干了 干了 干了 好酒 好酒 立护卫 大事不好了 什么事啊 晃晃张张的 山匪的雄神徒和吴岳 前来营救吴言 老爷让你赶紧去回园 来救吴言呢 那大家赶紧去吧 走走 赶紧去吧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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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走 你觉得 他能被接走吗 进去 快点 走 进去 爹 他当家的 银儿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们怎么也被抓了 还不是张晓明那贵孙子 出卖了我们 就是他 大人 张晓明已带到 完了完了完了 看样子 这话被识破了 张晓明 你是不是要跟我好好解释一下啊 你是不是要跟我好好解释一下啊 大人 我不知道你指的是什么呀 那我就慢慢地跟你说 自从抓到吴言以后 我就发现你的情绪有了很大的变化 你一直到有牙医跟我汇报说 你却频繁地探奸 载者 无言 乃是恶龙岭重要人物 山匪对他不会不管不问的 大人 你这话的意思 怀疑我是内奸了 本来只是怀疑 直到你这次请我们喝酒 我请你们喝酒 有什么问题啊 因为你平时一毛不拔 还请他们喝酒 这简直太突兀了 还没喊着我 所以我们料定 肯定有问题 这次幸亏有你 我才能这么快地抓住恶龙岭的头目 那大人准备拿他们怎么办 恶龙岭乃是为祸一方的山匪 自然是择日问斩 大人 那张晓明怎么办 先收押起来 之后再说 是